安装洗碗机 这个case是在北约克 今天过来换一个洗碗机 现在再查一查旧的机器的情况 然后检查一下 然后准备先disconnect 然后换新 OK 现在新的机器是在这 然后有一点小的说明 这个是博士的 来 它这个boss的洗碗机 有一个加盐仓 它这个盐仓是适当作用的 是让软化水质的 就是让洗完之后呢 这个玻璃和一个银器表面 不会有一些白色的粉末 它里面配个漏洞 到超市可以买一种洗碗 直接把它一次性加满就OK了 然后加满一次 如果你们每天洗碗的话 大概可以使用两到三个月 这样冰好就OK了 OK 好 继续吃吧 辛苦 因为我也是老师的 我咱不记得 明白了 明白了 OK 好 继续 这个博士这款的接水 跟北美一些普通的不一样 它是需要专用水龙头接上去的 它不错 这个里面的附件里面 配了这样一个转接口 直接拧到这 然后这个头 直接连到家里面的水管 就OK了 Home Depot能买到吗 这个不一定 因为它这个是博士配置中 这种东西可能不是太好配 好 大家看一下 它长这样子 以后装机器 修机器 找这个师傅 比较权威 我比较信任他 好 现在师傅呢 正在接一些管子 然后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看到那个管子了吗 这个铜管 铜管好就好在 这个时间可以用了很久 但是不好就不好在 如果洗碗机拉出来 再推进去 如果折的话 就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漏水 我遇到了好几个case了 都是说洗碗机后面漏水 那多半是这样 所以呢 在给客人装洗碗机的时候 我们跟客人解释过了 然后客人也觉得有道理 然后我们给客人买的这种软管 换一套软管 这样的话就一劳永逸了 不怕以后有隐患了 所以现在师傅呢 再把这铜管撤出来 然后换这个软管 好 继续 好了 现在已经把电插上了 然后一会儿 差不多时候 我们再推进去试一下机 一切OK 就算成功了 然后自己清洗一下就行了 对 继续讲解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功能键 自动的加强的 这边有加强烘干的 有加强烘干 普通烘干 还有机器保养 就是专门就是机器清洁这块的 你可以到那个Home Depot 或者是超市去买 专门的洗碗机的清洗剂放里面 然后用这个motion care就OK了 试运行吧 对 现在的试运行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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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 成功 放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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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